教育悖论,成也工业化,败也工业化。中国的教育体系深受工业化影响。在工业化进程中,教育系统被设计为培养大量工业所需的人才。然而,工业化的本质是反人性的,导致教育体系也带有反人性特点。这种矛盾在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代尤为突出。 文革期间,尽管教育质量下降,但基础教育的普及取得显著进展,尤其是农村地区。1976年,全国中小学学生数量急剧增加,农村儿童的入学率显著提高。这种教育重心的转移,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和中国工业化的需求。许多今天的成功人士受益于这一阶段的基础教育。 工业化进程中,教育与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。然而,教育资源与就业市场的失衡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。 上世纪70年代,教育扩招导致大量代业青年,社会压力巨大。 改革开放后,中国通过引入外国投资和合资企业解决了部分问题,使经济快速增长。 但中等教育人口过剩问题长期存在。 进入21世纪,中国大学扩招与产业升级同步,经济迅速增长,成为全球最大工业国家。 然而,教育扩招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依然存在。 教育的普及使中国工业化取得成功,但也暴露了教育与产业之间的矛盾。 这提醒我们,教育改革和工业化进程必须协调发展,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